桃園選戰四角都之爭 最新的民調出爐 國民黨桃園市長候選人張善政 是一百分之三十六的支持度 和百分之三十五的看好度 雙雙坐穩冠軍寶座 而今天他跟合體中廣東市長趙少康 來到藍營鐵票倉的這個龍潭 掃街拜票 持續拓展票演 市場掃街拜票 民眾熱情簇勇 送上菜頭清蒜淘個凍蒜好菜頭 國民黨桃園市長候選人張善政 合體中廣董事長趙少康 回房藍營鐵票倉龍潭拓展支持 董事長是媒體上 電視上 大家非常非常重視的一位意見領袖 他到桃園來 不管是南桃園 北桃園 我們都非常珍惜這個機會 希望能夠擴大龍潭的支持度 其他地方一樣有爭取 不管東西南北 北桃 南桃 趙少康助攻桃園選情張善政 南北桃跑透透緊握 每雙選民的手 成效也反映在數據上 根據最新民調顯示 張善政以三成六支持度 坐穩冠軍寶座 和鄭運鵬相差六個百分點 藍綠就近下 賴香菱和鎮保卿支持度 各佔百分之四 另外看好度部分 張善政依舊處於領先地位 三成五選民看好 張善政有機會翻轉桃園 我們還是一步一腳印 扎實地往前走比較重要 對於民調結果 張善政樂觀齊成 但也讓綠營壓力倍增 總統蔡英文連三週下桃園 立萬選情 他是不是應該多花些時間 把我們的國政 尤其是自然搞好 才是我們民眾真正的期待 那你要選一個什麼都好的人 只是不會選舉 還是要選會選舉 但是其他沒有張善政那麼好的人 選戰衝刺倒數桃園四角都之爭 國民黨訴求團結提振士氣力疲 翻轉綠地變藍天 記得林漢廷 廖偉紅採訪報導